美国国防部18号表示 美防长奥斯汀与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 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 重申了美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 加强乌克兰国防能力的意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 北约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最新式的武器系统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使乌克兰考虑 尝试以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是红线 俄罗斯将会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应对